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TWM超級競賽星海爭霸的部分 一樣是我們總冠軍賽事的現場 我們今天是經典組合 那我們的一個 我指的是選手啦 不是主播賽 沒有在自誇的喔 你怎麼突然就跑了 今天是一個我們的 久妹來到小翁俊銘啦 久妹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久妹 聽說剛剛有人在PT發寄評文字 對 一定要來寄評文 已經輸兩次了 經典組合就是SAN打散啦 每次都輸沒有在這次再輸的代理 還是希望可以把星海爭霸的 這個項目的冠軍留在台灣選手這邊啦 對 沒錯 當然我們都是這樣子希望 希望今天SAN好好加油 打出 或者不要打出風采 是直接擊敗對手好不好 風采不夠 對 我們來看一下戰績表 那我們昨天的一個季軍比賽 已經結束了 燕豬又是打得非常漂亮 4比1 擊敗了HES 也算小小的 有點算是 應該說敵破我們的眼鏡 對 那再來的話 今天冠軍賽由SAN 對上的是SAN 這一場經典的戲碼 一樣再次登板啦 對 我想 大家SAN最為人稱道的 還是他的PVZ的神族隊重組 他的PVZ號稱 對 號稱世界第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剛剛是SAN 現在是SAN SAN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緊張啦 畢竟已經兩次在我們的一個決賽 是煞雨而歸 都是被SAN打回家 對 對 對 那SAN的這個號稱PVZ 勝率高達7成 我昨天還在跟SAN聊 如果今天 暴雪要把PVZ 神族打重組的部分 神族部分削弱的話 SAN就會被拿來做研究 沒錯 等一下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頂尖的一些神族選手 打重組的一個戰績 我今天還有稍微做一下這個功課 等一下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可以知道SAN到底打重組 到底有多強 對 對 不是我們在那邊嘴巴講講話 是說他很厲害 不是 真的是說有多招就有多招 甚至可以說是殺蟲祭 對 而且是超級殺蟲祭的一期 那不過其實我賽前 有稍微跟這個 游一閃電影的JuJo 教練JuJo聊了一下 JuJo我問他說 因為大家都看好SAN 是世界第一對重組的 對第一對重組的神族 那你覺得今天SAN會幾比幾 那其實JuJo說 其實對手是SAN 其實SAN是非常非常難纏的 他不認為SAN今天會很輕鬆 就算拿下比賽 也不會很輕鬆 對 而且今天SAN可是主場作戰 是由我們廣大的一個支持者 對 小弟也稍微幫他加持一下 而且聽說如果SAN獲勝 你要用韓文頒獎 沒有這種事情 有這種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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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已經夠冷了 你還想怎樣 謝謝大家 更冷 冷到一種極致突然變熱 好主意啊 不如等一下就把冷氣關了 就變熱了 也不用用韓文了 就讓聚光燈照在我身上 慢慢的融化我 好 不過這種事情我相信 我個人是希望 等一下來中文頒獎 對啦 中文 最好是台語頒獎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就進入我們精彩的SAN 好 現在繼續來到我們新海爭霸2的一個賽事 好 兩位選手是已經準備好我們比賽即將開始了 對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冠亞軍賽 由台灣從SAN對上來自遊藝閃電狼的韓國選手SAN 兩位都是頂尖的新海爭霸選手 尤其是SAN 我們前面提到了 目前呢 全世界PVZ SAN可以說是最強的一個PVZ的一個 打衝突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選手 對 開場抱援點位就來跟大家報告喔 我剛剛查了幾個算是 應該是耳熟能響的 知名世界頂級的神族選手 打衝突的一個戰績 第一張地圖是在冰霜之地上面進行 對 基本上呢 世界知名的衝突選手都被SAN 都被虐過 都被虐過 沒有 無意性免 無意性免 好的 我們比賽 第一場比賽即將開始的選擇地圖 是冰霜之地 馬上呢 來為各位介紹一下點位囉 在畫面中7點鐘方向的藍色 衝突選手是SAN 台灣選手 台灣從王SAN 那對上呢 則是在畫面中10點鐘方向的紅色 神族選手 猶豫閃電狼的SAN 對喔 那這邊的話 一一跟大家報告一下 看開局有沒有放招 看起來是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跟大家報告一些 世界頂尖的神族選手 例如說 如果大家耳熟能響 例如說我們之前在講說 SAN的速敵PATING 每次國外比賽遇到 都被PATING各種淋入 對 3BG 對 就是說三不朽 對 三不朽的 這算是 那個應該說帶起風潮的 他的對蟲族的戰績 是56.94%的一個勝率 相當不錯 對 相當不錯喔 那這次我查的選手裡面最低的啦 最低的 對 我們還會看到 就是還有一些頂尖說 韓國頂尖有 例如說ZEST ZEST這位選手 他的勝率是64.29% 超過六成已經頂尖了喔 又感覺有點厲害 那REN這位選手65.31% REN大禹神 這個選手應該 大家也是不用再講了 還有SOS這位選手 更不用講 已經是大家知道的 所謂的殺蟲技了 SOS上次 去年不一直看到的 世界冠軍的選手 SOS勝率是68.57% 已經接近七成了 對 已經很糟了 那SAN這位選手呢 打從族的勝率 77.33% 77.33% 對 77.33%的這個勝率 這個是打 包含全世界各國頂尖 超過七成五的一個勝率 對 是非常扯的一個成績 基本上在新亞之媽1的時候 如果你有七成勝率 就是以統治級的一種勝率 對 我們有那個 所要叫做本座獎 對… 需要有基本的一個勝率存在 那基本上七成這樣就是 才有機會 那… 欸… 沒去… 喔… 王蟲有拉過來嗎 不舒服 這一開始就被放個水晶 哇 這個打一個裸三開 但是這局就被針對 這邊SAN很拚 要拚一個金雞 但是第一時間 這邊可能… 是要趕快去尋一下 也是拉了兩隻農民 對 這邊的話 這第一場裸三開 結果一三礦就被隔掉了 對 這樣的話 這個開局就已經虧成馬了 對 這個就算現在發現 可能都有點晚了 已經來不及了 這個現在在發現 基本上已經是完全來不及 尤其對手又是 SAN這樣子的頂尖神族 基本上現在發現 唯一的好處在於 你現在可以趕快去留意 你上面那個礦區 不能再被蓋 對 山礦不能再被蓋 這邊SAN再拉個農民 看一下 不要這樣子嘛 給點活路 你這樣子真的很不舒服啊 你這樣子我們怎麼玩 對啊 說好不要違章建築 對啊 你這樣子打真的很痛苦啊 有…看直接拉公兵 這個位置 你真的要守那個地方 你看公兵要拉 那麼遠你就知道有多辛苦 這光是在拉公兵的過程當中 就飽了 對 也都沒有經濟收入的喔 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拉農民的一個操作 擋 我兩支探側機 他隔開就好了 他不用再多花錢 他覺得隔開就夠 隔開就賺 好 那這樣的話 SAN這邊的話 注定要把二礦三礦開在 比較遙遠的一個兩個位置 對 那這樣子二礦三礦開在 比較遙遠的位置 待會等到SAN 但神助選手在前期 不管是對於二礦或是對於三礦 在做前期的壓制的時候呢 這一個SAN的一個部隊調動 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對 那一化銅出來 趕快先給對方一點壓力喔 那… 這個…其實只有一個光炮在那 我覺得… 其實你只要多出一點狗 後銅拉過去 我覺得是可以很輕鬆拆掉 是可以點掉 對 可是因為四礦 你三礦已經開在四礦處了 所以就變成說 你現在也沒什麼好拆的了 因為… 你現在拆了那個 你也沒有經濟可以去開那個礦喔 對 直接開到四個礦區 對於蟲族來講 初期太難熟了 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邊神助選手SAN 也是把二礦放了下來 同一時間呢 二礦口的低層建築學 也算是下完了 目前雙方的農民數量 神助28隻 蟲族27隻 是一個平板 然後看一下待會 蟲族會不會把農民數刷回來 這邊可以看到 神助外面還是多放了一支探測機 隨時的會來一夜圓水 進或是來做一個二次偵查 對 那是必須的 神助必須要在外面藏一支 好 我們看家裡邊選擇的飛機場 對 有看到 就有看到 現在真的 現在都流行直接放建築物了 現在已經整個為了趕時間 直接放建築物 就是要A爆你了 對 給你看到都無所謂 不好意思 還會拉一支椎裂在那邊 就是稍微起碼讓你看不太到 稍微擺一擺表情之後 趕驅趕一下 那現在 這邊SAN還是開始刷濃了 一次刷了十二 十三隻 同一時間在捕後床 看到飛機場起碼在開局上來說 不過可以先鑽進補弓兵 畢竟飛機場的一個部分 第一支兵過來是要有點時間的 對 不過同一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SAN還是開始 在提升自己的一攻 所以待會飛機場亂一亂之後 也是開始蓄地面部隊 這邊先加速一支鳳凰 好 鳳凰戰機 直接選擇先選鳳凰 那我們來看一下SAN這邊 對風砲台開始下 對 這邊SAN還是要特別注意 你能不能夠把前期這種 礦區被迫分隔的一種 囧態把它拉回來 尤其是待會在防守 二礦跟三礦真的是相對遙遠 對 關鍵就是守住第一波 你只要守住第一波 你重逐開到四礦 那這個開礦就合理了 對 就再補上去就對了 開到四礦就是改來 把自己要放補下 那感覺好像好合理 對 重新 如果重新放下四礦 就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對 就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我們就進入後期 開始跟你打營運 但是如果你看的就是 這個關鍵其實就是 礦區被分開 第一波很難守 對 那個第一波真的是不好守 我們看家里放下了 蟑螂反省場升級了二本 SAN這邊也是想說 好 反正已經很難守了 我這邊就趕快偷 趕快偷 瘋狂要多補點攻擊吧 對 SAM畢竟是 還是比較偏營運型的重組選手 所以這邊農民雖然還是會刷蠻多 不過現在開始也是要開始 放下一些包子塔 同一時間呢 他還是會刷一些蟑螂 準備做防守 而SAN的鳳凰 已經在外面開始驅趕 SAN的蟑蟲 對 家里放下了機械控制… 機械製造廠 其實如果放在機械製造廠 感受起來就讓他比較沉穩了 對 那看起來就是很明顯 很像要打後期 那這樣的話對於SAN來說 當然就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這邊開始刷一輪兵過來 對 先刷了四隻狂戰士 一攻就快好了 這四隻狂戰士帶一攻 都是三隻鳳凰 上來組框 這個後蟑蟲逃不逃得掉呢 攻兵要擋… 卡這個位置 蟑螂…蟑螂出來 被抓掉 不過沒關係 這邊後蟲的血量 還是帶一個低檔往後蟑螂 往旁邊拉 你看不到我… 蟑螂出來了 好 很多蟑螂 第二輪 再傳四隻 這款式都是帶一攻的 還好…這邊的話 蟑螂的數量應該三塊補掛 後蟑沒掉 很關鍵 後蟑蟲殘血剛講完就掉了 對 聽說沒掉是不是 對 聽說這隻蟑蟲還沒死 謝謝 有這種事情 好 哇 不過這邊 因為總共傳了八隻狂戰士 然後後來又補了兩隻鳳凰過來 所以其實這個 蟑螂拉過來前下鋪的 雖然也是滿可觀的 對 死了一隻蟑蟲 那這樣的話 不過還好損失的工兵數並不多 六隻 這個對山開的蟑螂來說 六隻的農民損失還算可接受 對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緊接著蟑螂往外鋪 接下來這邊會不會是轉三不朽呢 目前看起來比你的數量不像 我們放了這個巨像的一個科技線 對 那其實SAN這場比賽呢 他這個點位 因為是做一個裸三開 所以其實 重胎的話是可以滿早就鋪到中間那邊去 對 重胎這邊開場的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好啦 竟然被你拖到 這重胎鋪的就必須 這個下面的四礦 重胎也要往外鋪 然後 對 對 就其實感覺還算還不錯 要利用 就是自己基地就已經在被拉遠了 那這樣重胎一來是彌補自己基地 幾個分礦之間的一個距離 二來是你整個重胎鋪出去之後 對於整個中後期的地面部隊的包夾 跟陣型的側動上面 還是會比較有利的 這是傳說之後空軍要轉距向一坡嗎 但是如果你要轉距向一坡 這個時間點會稍微晚後 已經很久不見了 那對於San來說 會不會因為空軍騷擾得太讓牠困擾 導致牠沒有選擇 就沒有放下螺旋塔 這要特別小心 這邊San要走的是一個雙噴的路線 包括蟑螂加刺蛇 同一時間蟑螂提出要好 牠還在刷一些的蟑螂 San這邊的話 偵查要稍微留意了 應該要趕快就是有機會 要進去看一下對方家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邊San很聰明的在挑San的一些 瓦斯的農民在點 同一時間牠剛剛 你大家如果記得 牠剛剛也在強行試著 要去點一些蟑蟲掉 不過其實San有 重組有預補一些蟑蟲 所以目前還沒有卡人口的狀況 San穩健的還是開下山況 沒有問題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對San來說就要看接下來 牠要怎麼樣去做應對囉 那自己釋放應該是警戒會開 San這場其實我覺得打得很沉穩 非常非常沉穩 牠並沒有說 一開始逼迫San的一個基地分散 就是來做一個 大規模的惡礦潛壓 並沒有 牠選擇的還是有壓制 但是之後轉三開之後 還是要轉自己的神族的高階部隊 對 而且是科技攀出來之後才三開 打得是異常沉穩 那對於San來說 這好消息 最起碼開局被蓋了光炮 可是就等於順利進入中後期 對 放下四礦就我們剛剛說的 放下四礦就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對 奇怪這場好像開局 大家是打一個營運沒人放招 對 單看目前礦的一個位置 感覺好像很正常 四礦打三礦 不過現在人口領先60 剩這邊應該是要先頂一波 不過這一波 大量的雙噴部隊 一攻還沒好 一攻跟射程還在研發當中 可能要等一攻好來點一下 不過這邊巨象 雖然已經來到兩隻了 對 應該是不好點啦 不好打了 而且OB觀察者都看到了 不過人口已經來到192了 要先直接點三礦 對 這個爆兵能力相當強大 對 相當強大 這是我們SAN 不過人口工房是劣勢的 對 工房其實沒有像SAN的 身處的工房是比較好的 對 一攻一防打零攻明防 那這邊SAN就是極限爆兵 看能不能一波A死你嗎 沒有等一攻好嗎 對 沒有等 他沒有等 對 這邊沒有等的一個情況下 是比較可惜的 對 直接來 但是我們看這邊人口直直落 還可以 還可以 有沒有點掉一些東西 我們看到上來跟好像沒辦法 這個隔得很漂亮 對 巨箱還在 巨箱都保存著 對 SAN真的隔得很漂亮 那這樣的話 不過感覺這一波 好像還是有打到一點東西的人 殺到一些工兵 目前工兵數量是領先的 66比53 這一波大概殺了 七隻到八隻的一個農民 對 那最起碼 而且把對方的一個立場消耗掉 對方這樣的話就沒有立場 可以做什麼了 對 SAN這邊又拉了原本的那些 因為鳳凰其實保存得很好 那這邊又要再次的來偵查 SAN的一個動向 同一時間再次的對 分框來做壓制 對 SAN這邊還是要小心隱憂 SAN的隱憂就是 攻防目前是完全的一個落後 不過現在攻防在追了 對 在追了 目前是一攻 但是目前在升二攻 那對方也是在升二攻 插了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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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同時 SAN也補了一些撫飛 對 如果這邊的話 在升傘追的是 是SAN這邊 那這邊補出了十二條的撫飛 要再來嗎 重台還是要持續撲 因為這個重台持續撲 還是可以有效的壓制 神族地面部隊推進的一個速度 對 不過其實SAN真的打得非常非常成功 我們看家裡面已經在出虛空 他知道你 就是你現在看到我的具象 下一波一定是補撫飛過 對 所以他也即時 家裡面趕快開始趕攻虛空 雖然數量並不多 不過目前現在來到兩隻 對 其實你可以看到雙方 在兵種上面的搭配 是不斷的在做變招 而且都是 雙方走的都是一個 比較主流的一些打法 對 那這邊SAN應該還會再頂一波 我們看人口來到200 對 再次買人口 對 200的情況之下 浮飛剛刷出來 這一波應該是SAN很有機會的一波 後面補的是一化蟲 要再來做壓制 目前的攻防 一攻零防 打一攻一防 這邊再次的要選擇 從二框跟三桶的位置 先來狙擊俱向 先看 先看 好 有沒有辦法點在巨像 看一下 看一下 來 三桶來 好 先壓住巨像 然後同一時間地面部隊 SAN的地面部隊 從右翼要來壓制 要來嗎 都 大光炮一顆 對 同一時間都開了護照 對 那我們來看 這邊 好 點 點 部隊擠上來 鳳凰也回來做支援 哇 不過這邊 哇 這個真的 這個立場真的放得很漂亮 對 真的是 完全是讓地面部隊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做輸出 而我們的補輩也不敢 這邊要強行點巨像 對 硬點巨像 好 點掉一隻兩隻 對 你點 全部點光 全部點光 那你下一輪續上他的兵 有沒有機會 好 再點一個 哇 下一輪 SAN這邊強行在做一個換兵 但是這樣換兵完之後 雙方的人口是要來到140的低檔 這邊雙方 這邊看起來SAN SAN是不是要來反壓一下SAN的一個三框 對 從軟是不是不夠 錢夠 但是從軟不夠 對 這邊有點尷尬 從軟剩四條 剩四條 很少 哇 這一個時間點 這波頂過來難守喔 難守 哇 這個SAN選擇開框 對 而且這個框的位置就在SAN家隔壁 SAN真的打得很沉穩 他完全就是一個大後期 因為其實SAN真的很 是非常非常擅長打大後期 以往大後期他的成名絕技就是 二框4BG潛壓 但是都忽略了他的一個4BG潛壓之後的一個轉招 有時候4BG潛壓 甚至我們會覺得什麼都沒賺到 可是他轉中期轉打後期 一樣是非常非常的強悍 所以勝率才會這麼高喔 對 我想勝率可以來到7x7這樣子 統治級的一個勝率 我想不管是前期中期中後期都有 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掌控能力喔 對 沒錯 所以這 這一場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和現在勝重新把人口刷出來 走了百身獸 哇 這場比賽 走了百身獸 這樣意味著 我們要趕快請我們導播先去買宵夜了 對 這是我們BO7的第一場比賽 第一場比賽 你給我出百身獸 會不會播到我明天直接去上班 不過其實那是必須要的 那是必須要的 基本上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對方把框開在已經在自己的上方 你其實出百身獸 可以給對方最大的壓力 因為你百身獸放家裡就可以走去對方家了 對 畢竟這麼點的一個位置 不出百身獸 我想雙方都是職業選手 都會選擇 想辦法來選擇自己最有可能贏的一個戰術 對 並不是消極比賽喔 對 絕對不是 好 那這樣的話 這邊從六點鐘又溜了幾隻狂獸 真的很 不過第一時間 從他有撲就是這樣子 好 這邊百身獸 已經在做一些免費的攻擊了 對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小蟲蟲往前走 好 部隊拉回來 這邊正面 小蟲蟲 小蟲蟲 再來立場 立場隔 對 那輔飛上了 輔飛上 一上來先點直接點巨像 完全忽略虛空 對 硬點好像巨像應該是可以點掉 對 沒錯 其實這邊就是要點巨像 但是地面部隊我們來看夠不夠 對 巨像點光 你的小蟲蟲就會很強 對 好 沒有問題 現在他要點光 巨像都解決掉 同時要分礦下來 小蟲蟲 懷挺 小蟲蟲 不對 後面被揍 要回去救一下 對 這邊是六點鐘的礦軍 對 不過六點鐘礦軍 剛剛San補了幾根第一次 這一波應該是守住 對 沒有問題 守住 好 那現在這邊 San這邊是漂亮的守住 這邊工坊 神族還是領先 他的三公已經快完成了 對 這邊的話 那對同時來說 現在開始追工坊 因為一公二坊 這個是陸地部隊的一公 才正在擠而已 那我們來看家裡面 喔 百神獸還在補 這一邊神主還是不斷的 要來給San 對 還在給壓力 哇 百神獸 海神獸被捆 被點掉幾隻 被點掉兩隻 後面的兵捕上來 捕的是什麼 捕的是一化蟲 一化蟲很怕 唉呀 有 上來 這邊雙方的爆兵能力都非常驚人 對 但是這邊一化蟲 其實就比較不給力了 我們來看 小蟲 我們的小蟲蟲不斷地換人口 直直落的是San 對 感覺換不起了 San非常危險 San如果這個礦區掉了 整個大半的江山就很危險 感覺已經有點跟不起來了 四個礦區 這場San可以完全展現 一個中後期的堅強勢 對 應該真的 我們看這邊在頂上來 壓到你的臉上擺的時候 再重新下去 但是這戰損筆 感覺已經是無以回天了 對 這戰損筆 這個已經開始傾向 傾向到聖… 聖…聖… 好 全部在我們的撲飛死光之後 我們San打出了聚聚 我們恭喜San打下第一回合勝利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回來 哈囉 歡迎回到WHO超級聯賽 星海爭霸2季冠軍賽的一個… 冠亞軍賽的一個現場 第一場比賽打完之後 San是發揮了韓國神族選手 是發揮了他的穩定性 包括了許多小細節營運、偵查 小細節還有整個大部隊的操控 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第一場比賽就拿下了獲勝 對 真的是… 表現真的是相當相當的…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 很穩 非常非常沈穩 而且可以看到他在大後期喔 我們有在講說San很擅長打大後期 但是… 散騎之一也是非常非常擅長 打大後期的一位選手 剛剛講其實完全可以看得出來 在後期… 其實San並沒有出什麼失誤 對 他該出的都有出 這個台銘點沒錯 你應該要出那個兵種 沒有出他可能後面四光 有稍微被小鬧到一點 確實是有點… 稍微干擾到一些節奏 但是其實整體上來說 San還是打得算是… 我覺得打起來是沒有什麼失誤的 可是就真的是… San真的是打得很漂亮 對 其實雙方的發揮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這一邊 剛剛那場比賽當中的 勝出選手還是略為勝一籌喔 對 其實這可以看到 就像剛剛… 久面講的喔 如果你要在NERF PVD來講的話 真的可以考慮針對San來針對 因為其實真的可以感覺出來 就是他的打重組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兇惡 對 好的 那第二場比賽馬上開始了 馬上為各位介紹一下 點位了 在畫面中六點鐘方向 來自HKA的藍色重組選手San 那他的對手呢 這是頂尖的… 世界頂尖的神組選手 在畫面中十二點鐘方向的紅色 神組選手 遊異閃電郎的San 那輸家選圖 這個San選擇的是永夜之境 好 那剛剛講 剛剛我要繼續聊喔 就是… 那個… 剛剛總是會覺得 San的其實幾個時機 都是我們很長的 如果自己有在玩 就會覺得那幾個時機其實很長 就是那個時機 就是要那些部隊壓到隊 神助加 我們看到第一波人口領先60 那利用… 利用巨像來做防守守住 優勢部隊來守住 那第二波人口領先50 我們又輔過去 可是對方已經有大光光和虛空 所以其實完全可以看到 San對於 他的閃光已經晚開了 我會覺得他是不是經濟不是那麼好 可是都可以完全就可以看到 就是San對於PVZ的一個理解 就是那個時機 你那些部隊來我就是可以守住 那守住之後 到了後期 那你出百零秀的那個 時機的時候 他就不斷的來做壓制 那時候有巨像了嘛 那有巨像 數量也續起來 就不斷來做壓制 所以其實看到San真的是 非常非常… 對於就是PVZ 非常非常理解的情況之下 就會發生這種狀況 就是… 你可能不能用一般的理解 來去打San 你可能要例如說 剛剛第一波打完之後 他一般來講 轉輔飛打第二波 就在這個時候 你就直接出百勝獸 對… 直接跳躍性的 你就直接出百勝獸 然後直接攀 就是…可能就像是 我們有時候在看一些 韓國一些… 就是一些大比賽的時候的 一些ZVP 就是… 有時候為什麼我們看到 重組選手 為什麼就放棄進攻 而直接… 就選擇了百勝獸 然後拖到大後期 有時候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就是 重組選手故意愛拖時間 跟主播賽評有仇 或是想要拖時間這樣 嗯…其實並不是 而是… 現在其實大部分 尤其是頂尖的神族玩家 採取被動打法 都已經很善於知道 你這個台名點 什麼東西過來 我就是可以守 比如說他剛剛及時 就刷出虛空來做防身 對… 對…所以其實真的 對於這段來講 是可以稍微來留意一下 就是… 重組選手 那這一場聖會怎麼打 就特別值得期待一下 那這邊打的是裸霜 對 這邊聖是裸霜 並沒有像上一場一樣 被神族扇來做一個干擾 其實上一場聖的前期 雖然做一個裸霜開 但是… 況缺位置還是相對比較遠的 而… 扇這一場則是先正常開 神族正常開之後 拉了一隻狂賽式處理做偵察 同時也要放下… 準備放下自己的第二個星盒 這場打的 是不是一個4BG前壓呢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次是扇要打出他的 拿手絕活 這名聖也是快速的 狗吃好的快速 在9點鐘放下了三礦 這個狂戰士 有一隻狂戰士來 他被點掉一隻了 這…死一隻都是不應該的 對…狗出來了 啊… 死兩隻 這個我看一下 應該是兩隻吧 死三隻 這個開局 我覺得聖的這個操作 這個開局太不細膩了 一點都不像… 一點都不像我們熟悉的聖啊 這個… 這邊死三隻 在… 四分半的時候死三隻啊 這個開局 而且狗是已經要出來的情況了 所以… 這個失誤是很… 我覺得是很要命的 是非常非常不應該發生的一個失誤 這麼早期的農民損失 很有可能到滾雪球到後面之後的 這個影響會越來越明顯 對…這是一個4BG嗎 但他還有一隻公兵 放在自己的山礦處 對…這個… 沒有想開礦 對…又放了三個傳送門 對… 他剛剛公兵的確是拉到山礦的位置 對… 然後不過往前走 那這樣的話是一個4BG前壓 那前期損傷三隻公兵 我覺得這對衝主來講很虧喔 對…非常虧 對…沒有…就是… 這是非常非常虧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話 對於聖來講已經很危險喔 那這邊空氣之門即將完成了 好…這邊… 趕快點掉 對…第一時間有看到… 發現了… 還不錯… 那會不會再… 他要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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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哎呀… 母劍合心來 哇…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守喔 不過… 神徒… 傳送之門一毫的時間 哇…直接炸掉 傳送之門一毫 要開始刷兵了 直接四隻狂戰士了 喔…後蟲拉過來 好…我們看一下Sand 這個9點鐘三框的防守 好…再刷兵了… 再刷兵了… 我們來看到狂戰士一輪四隻 然後同時利用母劍合心 在做牽制喔 對…這個其實要地刺喔… 這個其實是要地刺的 嗯…這邊… 神徒沒有下地刺喔 對…沒有地刺喔 對…這個有點像以前 莎皮認為可以守得住的 就大量後蟲 對… 這樣的話你的容錯率很低 就是你要小心被 綠光照頂之後吃光 嗯… 哇…又來… 又來四隻狂戰士 八隻狂戰士 對…四後蟲 後面再補… 一打二啊 好…下地刺了 神徒這邊還是下地刺了 但是在地刺蓋的同時呢 八隻狂戰士壓了進來 對…要小心… 他還在刷… 後面還在刷 好…來… 來…你來… 來… 好…來…這邊過來 要怎麼打 後蟲在拖地刺時間 對… 好…環球一顆 擋了一個環 後蟲補 這邊有沒有辦法 地刺好了 對…但是後蟲能量夠嗎 地刺好了 好…地刺好了是關鍵 補地刺就好了 但是下一波的狂戰士出來了沒 對…下一波狂戰士又出來了 來了… 多大浮起來 救救那個地刺… 救救那個地刺… 沒有補到 剛好就… 不過後蟲還在 對…後蟲都還在 後蟲還很給力 五隻後蟲 我有後蟲空得很好 五隻後蟲都在 後蟲越打越多 對… 有媽的蟲竹像個寶 對…這邊很開心 很開心 但是對方還在刷 三年全… 吃了襯托 鐵了先布阿瑪斯了 不對阿…怎麼這樣打不下來呢 依照我經驗應該是要打下來的 這怎麼可能打不下來 再補… 對…再補… 喔唷…補追獵了 我們看到後面… 這邊搭配追獵的操作 聖要更加小心了 對…要補…要補後蟲 我這邊聖的… 我聖的這邊狗 是沒有不帶提速的 還在刷喔 後面…但是已經轉了 機械製造廠了 工兵的數量 聖是停在31 好…這邊聖刷大量異化蟲 對…真的是大量齁 宇宙無敵大量 哇…這邊三方完全沒辦法營運 對…要先注意到這一個 還好因為工兵數量不多 所以…不能營運就算了 對…就當作生蟲晚用 對…就當作生蟲晚用 對…就當生蟲晚用 還有就是吸蟲炮火 好…地獅後面好了 可以…地獅扎出來 我覺得再幫我上來講 會輕鬆很多 好…這邊三個在前面 又刷了一個狂戰士 一隻地獅在滿滿的後蟲的保衛之下 這是很關鍵的喔 對…這個地獅一直補血 他意味著他不只是一隻地獅 而是… 很多血地獅 就是很多血的地獅 但是他如果他沒有… 但是他如果沒有扎根 他就連一根地獅都不是 他就是一個路人 他就不是地獅喔 快點… 不要這樣… 不行… 對…別鬧… 別鬧… 好…這邊大家又要找 往前一個包夾 好… 不要… 但是… 口戰士數量跟硬化蟲做一個交往 後面有大量的後蟲 還要做輸出 後蟲還在打 要不要去點那個… 點那個水晶塔 只要水晶塔點掉的話 這個生豬就沒有前線的補兵能力 好… 好…這地獅輸出 地獅來… 有種就… 過來決鬥 其實這邊的話應該要補公兵了喔 在這個他們點要補公兵 因為… 有留意到對方家裡 其實已經開始開採了 現家裡面的公兵也補到四十隻 而… 扇是四十一隻 要轉的是三不朽 對…這邊三馬上持續要給壓力 又補了三個傳送門喔 對… 再補傳送門就表示就是要打一波啦 對…雙砲了 就要打雙砲 來到… 來到7BG一機械製造廠啦 7BG一機械製造廠啦 這就是典型的一個爆兵 想要直接一波帶走… SET 從王SET 那這邊SET 不知道能不能夠… 偵查到對方的一個意圖喔 對…那對於SET來說這邊的話 關鍵從他要補出去了 嗯… 現在這邊很重要 因為… 前期的牙子導致他的科技是攀不起來的 蟑螂就沒有提速 蟑螂沒有提速 那我們就必須要有重胎 不然你蟑螂是很難 就是沒有操作空間喔 對…你這個蟑螂一度速度太慢的話 地形的陣型沒有拉開來 包括了一個立場 還有一些地形的卡位的位置上 其實陣型都不好拉 所以這邊SET 不過其實SET的重胎目前的位置 看起來重胎好像還沒有很多 對…這邊壓過來 已經完全壓力是不停的 大概就只會讓你喘息個60秒到90秒 馬上的SET的部隊再次的集結 對…剩這邊要不要下地刺啦 因為其實剩下的工兵數補得很足夠 剩下的工兵補到57 他真的是偷補工兵界的霸主 對…一不知不覺工兵就刷起來了 可是… 工兵刷起來你的兵夠不夠啊 會不會補過頭呢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SET的立場的施放 對…後蟲這邊就是… 後蟲這邊就佔據一個關鍵地位 好… 好…開盾 補…瘋狂地補 後蟲… 後蟲… 這一根地刺是很多血了 第一次再補… 再補… 後蟲被割到一個沒有辦法補血了 還補… 還補… 沒了… 補不了了…救救我 這個蟑螂出來好像沒有想像中多 對…因為工兵補太多了 對… 第一次沒有補起來 農民刷太開心了 對… 這個時間點的SET的三礦又要掉了 直接都磚了 三礦掉了 基本上比賽就要結束了 對…工兵補得太愉快 我們恭喜SET 恭喜SET 拿下了第二場比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回來 好…歡迎回到WMO超級聯賽 星海爭霸2冠亞軍賽的現場 那剛剛進行完兩場比賽之後 都是來自韓國 由於閃電狼的SET拿下比賽 目前是2比0的領先 我們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一場 七戰四勝的比賽 這一邊台灣選手 來自HKA的SET 這一邊要再加油了 要再加油 好…我們第三場比賽 即將開始了 馬上來為各位介紹一下點位 在畫面中 10點鐘方向的 藍色 蟲族選手 是來自HKA的SET 這邊是0比2的落後 要…要加油了 好…而他的對手呢 則是在畫面中 5點鐘方向的 紅色 神族選手 由於閃電狼的SET 那這邊蘇家選圖 蟲族選擇的是 泰達洛斯嘉 選了這張地圖 就意味著不能再輸了 因為這張地圖 輸了對方就聽他 而且這張地圖 是蟲族很有優勢的一張圖 對… 昨天… 焰對HAS 焰… HAS就在這張圖直接被… 對… HAS就被焰在這張圖 直接關掉 對…所以這一場 我覺得這個是SET 可以說這場就已經是背水一戰了 對… 如果連這一場都輸的話我想… 雖然說… BO7還沒有整個輸掉 那整個氣勢上就… 對…整個氣勢 因為連選了兩張地圖 大概已經是地獄庫裡面 打神族最… 最適合的兩張圖了啦 嗯… 永夜之盡在家 戴達洛斯嘉喔 那… 如果這兩張圖都沒打下來 真的是就會陷入一個… 就… 真的就來到絕境了 不過現在這邊來看一下 這場SET要怎麼打了 對… 這邊SET還是早期的 拉一隻農民出來做偵查 那要來防備 來以備自己帶回這裸霜 甚至是樹山開 不會被燒到 其實上一場有個小細節 大家都還記得 SET前期… 這個神族SET 拉了一隻農民 就點掉了SET的三隻工蟲 對… 其實… 真的開局那個小虧 但是不能說那個影響到比賽 對… 等一下當然是多少 我覺得可能有點影響到 但是… 我覺得這真的是寬式的前壓 然後配合後面的轉型 其實SET的一個防守 已經做得很到位了 但是… 這邊就真的看到 為什麼很多現在 大部分已經看不到 蟲竹群有利用 純後蟲加狗去守對方的 勢力去前壓 幾乎都是直接走蟑螂 因為壓力太大的情況之下 你根本不可能看科技 對… 所以乾脆就是擠出蟑螂之後 用一定的一個蟑螂數量來去防守 那你的壓力可能來沒有那麼大 那前期可能就用地刺加 就是… 先用地刺加賞樣狗 後蟲稍微蹭一下 然後蟑螂出來後來做防守 然後這樣的話 壓力比較不是那麼大 你才能夠… 趕快就是把科技攀起來 剛剛那一場你沒有科技 真的… 你沒有辦法貼到對方的不朽身邊 給予輸出 那個不朽在那個時間點 輸出真的太強了 對… 專門點地刺和點蟑螂就飽了 真的是…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SET 蟑螂數選手 SEN這邊是做一個裸山開 同一時間放才補夠尺 那… 第一時間都被SEN的那個… 這個探測機都偵查到 那SEN這邊其實也是… 裸雙開 同一時間呢 要開始賭這一張口的 SEN組這個大口 好…那這樣… 這場裸山開打裸雙 那對於蟑螂來講 這個… 我覺得開局賽不錯 是還可以接受的 那這樣來看一下SEN之後的一個選擇 先放一下瓦斯場 對…真的是在… 希望台灣選手SEN能夠在這張圖… 把…稍微… 稍微把氣勢打回來啊 讓SOPAY請雞排啊 不然… SOPAY也是表示最近錢賺太多 想請客都… 我又不是九面… 九面大人 所以這完全就… 這個… 我沒有… 就不是九面大人 我沒有… 我會直接拋磚引玉啦 因為以… 以這個來講的話 我如果說三十份九面大人 這個…隨便講就是三百份 三百份 對對對… 所以我請… 網路直播 你請Taiwan Open 對好不好 我覺得Taiwan Open 好像不只三百份 這個我覺得以我們的一個… 那感覺要破產的感覺 這個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九分您講這個 就真的是太謙虛啦 怎麼敢請的 比前輩還多呢 太謙虛了 我就意思請個二十九份 二十九份 不如您就請個九份好了 對… 請個九份這樣 還跟我們的… 台灣地名做一個相呼應 對 好 那這邊的話 看一花筒在提出 這邊手的先知 這邊要選擇先用先知來做一個… 再放下一個傳送門來做讀口 好 SAN有看到 所以這邊應該是會下對方砲台了 其實上一場 我覺得SAN也是努力的 想要把… 其實在刷一輪農民 剛剛一刷完這一個… 奇怪SAN不是有看到嗎 現在才看到 現在才看到 其實剛剛已經看到… 剛剛已經在看到正在蓋的東西 大概沒看到正在蓋什麼 不知道你們來不來的幾點 這邊包子螃蟹剛丟下來 但是先知見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對方已經一個感攻 這樣的話… 強制輸出 這個… 好…趕快變建築物 兩隻…三隻 SAN我感覺今天反應都特慢 哇…被疊掉三隻了 對…被疊掉三隻 對…被疊掉三隻 總覺得今天SAN的一個反應怪怪 總共每次他在拉東西 我都覺得他慢拍…慢半拍 加上前面總共四隻 同一時間第二隻的… 先知見好像也還… 第二隻先知見好像也還… 第二隻先知見出來 你出來了 還好 加裡面放在野鏈場 這就意味著要開三框 哇…七分鐘開三框啊 這邊雙方又要打一個正面的營運戰 所以我想… 昨天也是PVZ 今天也是PVZ 但是其實… 這四位選手打出來的風格都不盡相同 對… 所以看得出來選手的一個風格 看得出選手的一個習慣 在某些地圖他就會習慣打一個 4BG的潛壓 那但是也看得出來 SAN在各種戰術的一個… 一個…算是… 非常非常熟練的 這回合又回到了一個非常開心 所以我轉個先知 我覺得… 誰把他卡住 還要去找我 這邊我覺得… 其實台灣的這個… 新來政辦的電子經濟發展了 大概兩三年下來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好事 你看到整個戰術體系 包括了快攻 中期 中後期 我們在這一次的比賽當中都可以看到 不像以前只要有人在這種 BO5 BO期一對上SAN 就是一直綁招 對…現在已經慢慢可以看到了 但這個真的是… 反而是遇到… 遇到SAN這位選手 你是不是要考慮綁招 對… 其實我真的還滿好奇 因為昨天我覺得 驗在這張地圖打一個… 我覺得打一個… 巴蟑螂的一個潛牙 我覺得這個戰術… 如果對方沒有偵察到 真的是非常非常強勘 那今天SAN是沒有打這一個戰術 那我覺得如果使用了 其實是真的… 感覺滿有機會 巴蟑螂就在這張圖放了 對…就在這張地圖放 那這邊在青蟲胎 已經過了那個… 真的是… 你看… 為什麼出兩隻先知 我們這邊就知道為什麼了 手牽手青蟲胎 手牽手青蟲胎 為什麼要出兩隻 真的是… 這種細節… 我只能說就是… 我就瓦斯多出來 對…做得很到位 因為你三況開出來 壓力其實是在自己身上 所以其實重胎能夠清掉 就要清掉了 對… 這是… 這是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 這樣你… 在三況開出來 對方兵蓄起來 那個太平點你可能來壓力 就比較不會這麼大 好…我們來看一下 聖這邊在提升的科技喔 包括了地面部隊 雙升攻防 同一之間呢 感染槽也放下來了 這個張圖放下來了 同一時間在… 九點鐘… 聖也放下了自己的四況 而神族這邊呢 閃追的…閃現科技正在提 合幾天又補了少量的傳送門 這地面部隊的數量 也開始要蓄起來了 聖這邊打了一個 他自己習慣的一個楊家槍啦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這是雙升攻防的一化蟲 然後直攀三本轉雷獸 大量後蟲配雷獸 一化蟲的一個配兵組成喔 最近比賽這隻已經比較少見了 但是… 我覺得還是有… 他的一定的一個威力 正面部隊想要打 但是沒有打 對…但是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對…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讓SAN這樣子的雷獸的一個 正面部隊的程式 喔…選擇…是百身獸 喔…並不是他以往習慣的一個 楊家槍戰術 喔…是走百身獸 但是對方閃掉出來了 快點… 壓進來了… 很趕… 這個時間… 你白說站不出來 要死給他看了 一出來就蹲下 一出來…出來了沒 Obi要被… 出來了沒 蟲子要被清光光 快點… 來了沒… 站不出來要爆炸了 說好的… 說好的百萬隻百身獸呢 說好的各種小蟲蟲 對…說好的蟲蟲海 因為工程有進度 我們不要演一下 百身獸…有了蟲蟲 蟲蟲來了 這個立場 第一時間的立場 直接把自己先圍住 對…不過這邊也放了蠻多立場 所以下一輪… 大概還有一輪的立場 後面要兵捕不出來 山礦不能掉 這邊強行要點山礦 對…山礦不能掉 我們看又要從上來 又要從數量夠不夠呢 小蟲蟲 又被隔開 有種就不要隔 有種不要出哨尾嘛 對…有種就不要出哨兵 有種不要出地面部隊 有種不要閃現 有種不要生農民 有種不要玩神竹 有種不要玩神竹 對… 現場轉竹 對 現場… 現場砍遊戲 現場解除安裝 沒掉… 沒掉喔 沒掉喔 這邊我們看一下農民損失 農民是不是有拉走 這剛剛看一下農民損失 是不是 輸不輸 被點了 救救喔 沒掉是吧 對 這邊沒有辦法守住 這個山框一旦被點掉 整個… 整個聖的基地 又分崩離析 山洞各地喔 對… 26隻農民 擊殺… 這邊聖直接打了 GG 聖真的是有夠強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進入第四場的一個賽事 好的 歡迎回到WMO超級聯賽 信海真巴爾冠亞軍賽的現場 而結束了前三場比賽之後 竟然都是由韓國選手SAN拿下比賽 所以目前台灣從王SAN這邊是被0比3 已經被… 對方已經停牌了 這邊壓力很大 這個SAN在台灣的TSO 有這樣子被0比4或0比3過嗎 對 在BOW7的比賽 光我印象裡 他從來沒有被人家… 就算之前BOW5的一個賽事 他也從來沒有被掃盤過 對 無論遇上台灣球或是韓國選手 或是哪一國球都一樣 從來沒有被掃盤過 對 所以可能今天對上是外星人 對… 這真的是很硬 好 馬上為各位介紹一下點位 這是今天為各位進行的第四場比賽 在畫面中五點鐘方向是已經拿下三分 目前聽牌來自由一閃電狼的韓國選手SAN 非常非常強大 完全在前三場比賽中展現出他對上蟲組的一個自載力 而在畫面中11點鐘方向呢 則是目前大幅落後的 來自HKA的台灣蟲王SAT 11點鐘方向 藍色的蟲組 選擇第五是暴雨 那已經是退無可退了 對 在暴雨中能不能夠撐起 能不能夠力挽狂瀾呢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畢竟9man是圓的 什麼東西 比賽總是有機會 我又中槍 總是有機會 畢竟收背的雙下巴有三個 對不對 我們試不過三 對 不會在第四場 對 不會再被他拿下第四場 今天在化妝的時候 我還偷聽到你跟化妝師在聊整形的一個議題 對 有的 聽說要下巴抽脂 沒有 我說 是曾經有人這樣子跟我說 我說不要 我說不要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驕傲 所以其實你是平常在保養 讓他保持那個形狀嗎 對 每條人要確認他還在不在 對 確定小乖沒有不見喔 還在喔 一個太瘦然後就消失 對 就很大 很怕哪一天太瘦他不見 很怕雙下巴被綁架 然後還綁匪還打掉 兩百萬把你的下巴輸 輸位去 對 哪一根不見這樣子 已經被偷偷抽脂走了 脂肪都在我這 對 對 想要就付錢 想要就付錢 我覺得說沒關係 我再吃就好了 再吃就 會長出來 對 再吃就長出來 我是重組 對 您就拿去吧 對 好啦 那這邊來看一下 這個開局 來到了正常開 哇 那其實 整個三場比賽看下來 我覺得 當然 San他可能前期 有些場次 前期農民會有些小損失 但是其實你大致上來看 San 重組選手這邊其實並沒有太 太大的一個失誤喔 對 我覺得San的一個時間 真的掌握得太好了 尤其是剛剛那一場比賽 他自己刪開 很偷沒錯 但他發現 奇怪對方都沒動靜 二話不說 閃追好直接往臉上打 對 對 然後再利用自己 就是精湛的一個操作 畢竟神族在中期的這個立場 再加環球就是 唉 這是雙追劣的懸念 就是各種無那個 就是無那個 無什麼 沒有那個 無懸念 對 無懸念 也是無懸念啦 就是太可惡 太可惡 令人法子 對 這真的是 無懸念 不要你講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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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問你幾句你就講出來了 對對對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啦 還有什麼太卑 太卑 卑微 對 對方太卑微 對對對 太卑逼 唉 又講出來了 對對對 救不了你啊 唉 真的是 哇 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扇仙加速一直追劣 所以 聖的王蟲被點掉卡了一口 哇 怎麼王蟲必然被點掉 不過來看一下 山這邊的一個贊助選擇 好像是要打一個四水晶前壓 對 這邊 不是 四冰銀前壓 四水晶是什麼 唉呦 也沒錯 這個timing點他的水晶是什麼 我水晶卡住你的礦區 你不能採礦啊 四水晶的一個前壓 四冰銀前壓 壓得我好難受 試問我有重開 你怎麼... 是 到底是 唉呦 進去看到了 唉呦 不錯 最起碼知道你想幹嘛 對對對 這個掙扎 這因為總是算是立功 既然你 都知道你要幹嘛了 剩這邊是不是 是不是會有一些 一個不錯的一個音 對 這邊在爆大量提速狗 狗數要好了… 這個第一時間 看能不能夠把對方部隊 一出來就爆掉 有… 一花筒去追他 但是下面的水晶塔 還是要留意 對… 要去看一下 不要被那個… 不要被射誘走了 好… 沒有問題 提速狗 那只要在提速狗 這邊直接推臉上 對 這邊速度飛… 這個狗非常多 直接推臉上 但是我們看 散的這個靈節 我們有沒有 這個立場甚至… 有沒有機會點 唉呦 他在甩 唉呦 竟然在甩 竟然連哨兵都在甩 這個真的是… 硬咬嗎 這真的是太超過 好 有有有 冰尼刷冰… 冰尼刷冰… 好 再來 好… 冰尼刷冰 這邊… 閃看到大量的 異化蟲數量 也是不敢… 輕忽啊 還是選擇來放 第二層的一個水晶 對… 那現在這樣的話 現在這邊的一個礦虛 還是要特別… 哇…我們看這邊 還是被刷冰了 對…這邊前線還是有放水晶 你看刷在這種位置 我真的是… 這不是… 這就是無霸 無什麼… 就無霸 無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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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真的是… 你看… 像剛轉台過來的觀眾 奇怪 在講什麼… 無什麼… 無什麼… 新兵種叫無懸 對… 就很… 無懸跟杯 對… 就無什麼杯什麼 無懸跟杯 對… 又無又杯 又無又杯 對…真的是… 好… 那這邊神竹選手 轉了一個機械製造廠 那同一時間 SAN三礦放下來 這一個張張草要好 對… 怎麼看這邊 他出來了… 他出來了… 這邊我想… 包住他… 但是數量夠嗎 不太夠 是… 狂戰士說包住他 對… 包住他… 好想包住他 但是…沒有辦法 後面在補蟑螂 好像有點機會 在這邊的話 SAN的工兵是停在32 所以這一場其他的工兵 雖然會更少了 你看母親核心在那邊打 不敢… 就是很那個啊 無懸念 對嘛… 無懸念 受不了 你看你看你看 他就這樣走進來了 真的… 不然… 不然他要飄進來了 有種就不要走進來 對… 生氣… 有種你不要動嘛 你看你看你看 這邊幫他包掉一隻 好…這邊包掉一隻 好…這邊選擇讓… 選擇拆石頭拖時間 讓地形… 狂戰士說有點多 對… 家裡面要開始補公兵了 我們看有… 這邊感覺可以 他開始補公兵 那SAN這邊也回去了 這邊雙方農民數量 不過其實神竹的農民數量 是幾個隊在後 雙方都是四十幾隻 四十五隻 上下的一個農民數量 對… 家裡面的機械製造廠 已經好了喔 SAN這邊的話 等一下應該… 應該也是會選擇開礦 因為自己的兵力是有保存住 對… 這邊神竹開始在… 補自己的不修者 同一時間呢 一攻也開始在提了 其實這幾場比賽呢 這一個… SAN的一個攻防 都還是滿快的 對… 那這一回合要開礦 應該… 沒有問題就要把三礦開下來了 那這樣對於SAN來講 其實已經是虧了啦 因為自己的二本 才在提對方已經開… 欸…在上面一點點 而且其實… 剛剛SAN有提到 其實SAN這一場的農民 是並沒有盡情地刷 其實前中期充足的經濟 並… 並不好啦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二礦開嘛 現在的工賓是五十比四十六 只領先四隻 然後有沒有看到對方開礦 對…是不是又壓制又開礦 對… 又壓制又開礦 對… 為您介紹神組 對… 如果你想要… 贏 對…如果你想贏 如果你想要… 在戰場上功無不克 戰無不勝 如果平常過太爽 呃…過太爽 想要體會一些挫折感 您可以選擇 對… 重組 如果你玩D3 總是玩到 而如果你玩其他遊戲 總是玩到 比較卑微的總組或是角色 總是期待人家BUFF 恭喜您 您現在不需要再猶豫 你可以玩一個已經BUFF完成的總組 對…已經BUFF完成 而且短時間內 估計不會NERF 人類嗎 對… 估計不會NERF 人類不會NERF 人類不會NERF 想玩隱藏種族嗎 對…你想要過得很痛苦 但是當他BUFF你的時候 你會歡呼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 人類 對… 你想要被賽民稱讚 對… 賽民玩充足 對… 你小心講出來 好…這邊直接上來了 來…要開一堆 我們來看一下立場 對…又是一個立場 這個時間點跟前面的4BG轉不小 一模一樣 這個時間點地次表示 你不要… 不要那麼快 對…等一下慢慢來 對… 很痛… 還有立場… 還有立場… 拖回來…再放立場 對…拖回來… 我們看地次終於… 這個地次怎麼可以蓋這麼久 終於…地次好了 努力地出 沒有地面部隊喔 沒有那個地面部隊做支援 我們看地次在那邊很努力 哇… 要來面臨他第一次在台灣的直落寺嘛 對…第一次的一個直落寺 我們看到了… 善的實力 如果直落寺那真的是 完全實力的一個壓制 對…完全看到了善的一個實力 真的是… 太過於強悍了 這邊應該是… 有點可怕… 好…點掉那隻不小蒜泥 沒有…他沒有去點 好… 不然覺得善對上他是不選神族 對…是不是應該要打神族 是不是要打個神族內戰 對… 早知道就練神族了 對… 啊… 這邊又被打掉了 一個閃爭跳進來 善就可以知道自己是部隊 很難打了 對…重組都三況掉 就是整個掉了 對…已經整個掉了 幾乎確定了 善的… 善達出了聚聚… 恭喜… 善以漂亮的直落寺喔 拿下這一季的一個冠軍 心愛真八二的冠軍 對… 好…在我們心愛真八二激烈的一個賽事 結束之後不管如何 我們要來到我們頒獎典禮 那我們一樣歡迎我們今天的一個頒獎人 我們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我們的秘書長汪藏英汪秘書長 來我們現場頒獎歡迎 對…那我們的冠軍得主就是剛剛以壓倒性的一個實力 擊敗我們的台灣從頭上 SAN我們的一個韓國選手 SAN江朝元選手 恭喜… 好…那再次恭喜他拿下我們的一個冠軍賽事 那也拿下我們的一個七萬元的一個獎金 我們的一個支票 好…這個實力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強勁喔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來一點特別 好… 好啦… 我們SAN非常非常的綿鳥 我們恭喜… 下一次恭喜SAN拿下我們的冠軍 現在表現相當相當的優異喔 恭喜他… 對…那… 好…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一季第三季 WMODE超級聯賽賽事到這邊 我們圓滿告於段落了 好…我們吃來的拉炮 終於拉出了聲響喔… 那我們非常期待… 大家…我們下一季… 接下來下個禮拜會繼續有我們第四季的賽事 大家一樣繼續鎖定我們的《未來月二臺》 那我們這次…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